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三角函数的图形以及周期 那现在的话呢来介绍的是 Tangent跟Cotangent的图形 我们来看一下Tangent的图形 Tangent的图形的话呢 它的话呢是在靠近的是二分之π的地方 我们发现它的话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渐进线 来我们来看看把这线拉出来看一下 哦看到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Tangent的话呢 Y等于Tangent X的话呢 Limit X趋近于二分之π的左极线的话呢 它会等于多少呢 我们发现它会变成了无限大 那么如果说的话呢 它是在二分之π的右极线 我们发现的话呢 从这边靠近 哦它会变成了负无限大 那它这个图形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它的周期 我们现在的话呢 用这黄色的线来分割了以后 我们发现的话呢 它的话呢是这一段 也就是所谓的π 这个的话呢 负二分之π到二分之π 它的话呢 周期的话呢是π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它的周期的话呢是π 那类似的情况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Cotangent的地方来发现 来我们来看看Cotangent的图形 Cotangent的话呢 跟Tangent很像 它的话呢 是由负无限大 它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减函数 减函数 来我们把线的话呢 拉出来看就会非常明显了 它的周期是每0到π的倍数 它都会做一次的一模一样的出现 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的话呢 Cotangent的图形的话呢 跟Tangent的图形的话呢 非常非常的类似的 它的话呢 周期东通都是π 那我们大概的话呢 就介绍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